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以薰 歡迎收看臉玩家宜蘇沛 日本人氣遊戲來囉 聽說有一款懲罰了下載配央棒的遊戲 那就是藏之騎士團 奇怪 究竟這款遊戲厲害在哪裡 可以懲罰整個遊戲劍呢 一起來看看吧 日本人氣手機遊戲 藏之騎士團 繁中版九月上市至今 在 iOS 與 Android 雙平台創造了下載亮家機 本作的故事設定在中世紀的虛構國家 奧爾坦西亞王國 玩家將扮演年輕的領主招募夥伴 來對抗叛亂公國 遊戲中以本傳 外傳 騎士傳等試點來敘事 透過不斷的更新與招募 漸漸的編織出龐大又壯壽的史詩內容 在戰鬥上分為展戲 打戲 以及遠戲等不同組合 玩家也能透過突破與陣型搭配 來應對不一樣的戰局 這次首度中文化登台之外 更是將同步開啟全新第六章節 帶領玩家進入更糾結的劇情 遊戲除了這些單機要素之外 最熱門的就是團戰系統 玩家將可以與公會組織 對抗其他騎士團 爭取最高榮耀 為了回饋玩家 官方也將舉辦新一批更新副本與登錄活動 更多活動詳情別忘了上官網查詢 或持續鎖定我們電玩宅配的後續報導囉